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叫張麗萍 我朗誦的是一首短文 年輕作者 Samuel Oman 年輕並非人生旅程中的一段時光 也並非粉甲 紅唇和體魄的矯健 它是心靈中的一種狀態 是頭腦中的一個意念 是理性思維中的創造潛力 是人生春色深處的一縷東風 年輕意味著甘願放棄 溫馨浪漫的愛情去闖蕩生活 意味著拋棄羞澀 怯懦和慾望的 膽識和氣質 一個六十歲的人 可能比一個二十歲的人 更多地擁有這種膽識和氣質 沒有人僅僅因為時光的流逝 而變得衰老 而是隨著理想的毀滅 人類才出現老人 歲月可以在皮膚上留下皺微 卻無法在靈魂上和上一絲痕跡 憂慮恐懼和缺乏自信 才是勾搭在時間的塵埃之中 無論是六十歲還是十六歲 每個人都會對未來充滿希望 每個人都會對人生靜忠忠的歡樂 充滿孩子本無窮無盡的渴望 在你我的心靈深處 同樣有一個無限殿堂 只要他不停地在人群中 在無限的時間中 接受美好、希望、歡樂、勇氣和力量的信息 你我就永遠明清 一旦這無限電台坍塌 你的心便會被 完事不公和悲觀失望的寒冷酷雪所覆蓋 你便衰老了 即使你只有二十歲 所以 只要勇於有夢 敢於追夢 前於圓夢 你我 就永遠明清 千萬不要動不動 就說自己老了 錯誤地引導自己 年輕就是力量 有夢 就有未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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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